問題是 請問如果說已經修心靈法門有兩年了 這兩年裡的功課和小房子 從來沒有一天的間斷過 小房子每天也能念三張 自己藥金者基本上每週都有燒送五張 請問長年下去是否業障也就跟著慢慢的消除了呢 那麼會不會說到了某個時候 就比如說時機成熟某個惡果的果報來了 那麼我們還是會突然的生惡病或者遇上意外事件嗎 還是說這個惡報會不會在我們修心學佛念經的這兩年中已經給還清了呢 業障和惡報是否要等到時機成熟 緣分到了才會爆發呢 還是會在我們修行的過程中已經慢慢的一點一點的再完了呢 請師父持悲開示 是這樣的 當你在念經每天在念經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在消自己很多的業障 聽得懂嗎 每天在消消到之後呢 比方說你49歲有個節應該被車子撞死的 這個時候你念經念經念到49歲的你還會出車禍 出車禍有兩種一種汽車撞了爛了人一點沒事 還有一種汽車爛了你可能會有些外傷 但是很快就好了命保住了 這就是看你平時念經念的努力不努力 所以只要你天天念經就是天天在消夜 這個夜雖然到節的時候還會出來 但是會小很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現在你明白了呢 明白了師父 師父問題問完了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感恩師父 感恩義尼共修主的心情付出 感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慈悲英國 現在英國也有了觀音堂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讓英國的佛友有了有溫暖的家 我們英國共修主一定好好努力齊心協力 讓更多的英國有緣眾生聽聞佛法 離苦得了 感恩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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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在海外這些孩子 從小學中國文化 懂得幸福 你看多好 對不對呀 還不去酒吧呀 去跳迪斯庫啊 去學那些西方人那些不好的東西 你這樣看看台長現在做的工作 所以要你们帮助啊 你们多好啊 把一个个人都培养出 一个好孩子 一个好的啊 我们学博人 这样这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啊 对不对啊